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也在耳濡目染之下出道 曾参与电影戏剧演出 也担任过金马奖地奖大使 没想到看似演艺之路顺遂的她 却透露动面想退出演艺圈 引起妈妈严厉指教 据中时新闻网报道 与其为过去曾参与玲珑玄儿子林婷和新曲想想MV拍摄之外 也与妈妈同台演出贺岁片 惊不厌诈 未来前途备受看好 然而她昨日与钱维娟等人出席 炸裂吧 女孩记者会 突然有感而发表示 在接到节目邀约前原本打算要退出演艺圈 与其为进一步揭露 因为自己不善社交 又胆小社恐 我那时刚跟经纪公司解约 虽然很喜欢演戏 但也已经在找正职工作了 认为自己不适合演艺圈 对此她也在接到节目邀约 第一时间跟妈妈吐露心事 结果她很严厉告诉我 这是大节目 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被大家看见的机会 回想起第一次比赛 因为太挫败 她回家便抱着妈妈大哭 其实我第一天就发现我跟其他人不同 大家的知名度跟舞台经验都比我多很多 我太想追赶大家的脚步 承受着巨大压力 好在方文林赶紧安慰 享受过程 结果不重要 之后她也渐渐放宽心 而随着参加节目 她的知名度也慢慢打开 也接到戏剧邀约 她也对自己逐渐充满信心 并承诺会持续追梦 一旁的潜围捐责是赞赏 于其为很不像新二代 低调很有气质 她好像没有大声说过话 据镜周刊报道 事实上 于其为曾透露一直以来都相当崇拜妈妈 也是艺人是梦幻职业 尽管她没有生长在妈妈当年的辉煌年代 但她知道妈妈律己胜严 对她和姐姐的教导一直很开放 也很支持她们的兴趣 同时她也能明白妈妈拍摄八点档的辛苦 因此更能理解在演艺圈的感受 最后也祝她圆梦成功 看着 сист cryptocurrencies近年一点 吃索房 尽管 眼纸节串 谢谢大家